中共官方宣布十八大11月8日开始 但是十八大的日程仍然很神秘 其中中共的十八大在11月7号就算已经开始了 下面看一下微视频赵培的分析 大家好 中共十八大在11月8号召开 但是具体的日程安排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有网友在网上参照中共的惯例 排出了一个十八大的流程 其实十八大在北京时间11月7号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 11月7号中共会召开十八大的预备会议 在这个预备会议上会举手表决十八大的主席团名单 也就是说这个预备会议会决定 谁坐在台上谁坐在台下 这只是走一走过场 最后坐在台上的其实已经确定了 11月8号十八大正式召开 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会做大会的报告 这个时候十八大的政治走向就能够看出一个端倪 但是中共委员的报告会跟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 又臭又长 这就是代表们开始睡觉的时候了 11月9号到13号 中共的代表会分组讨论和发言 也就是说山东代表凑一块 北京的代表凑一块 大家就开始吹捧已经定好的调子 这个时候关注点在中共的常委到各个代表团的讲话 常委单个行动的时候会趁机放风 上一次中共开两会的时候 周永康就特别去了重庆的代表团 他去的是为了力挺薄熙来 他自己也不打自招的承认了他和薄熙来的合谋 11月14号十八大闭幕 下午中共会公布中央委员名单 中央候补委员名单 中纪委的名单 也会公布一系列的决议 其中中共党章修改的决议特别人人注目 因为在这里面会提到去不去毛泽东思想 或者是去不去马克思的问题 11月15号的上午 就会举行18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这些中央委员们再走一面过场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治局常委 总书记 军委就会被确定下来 名单将会在11点左右公布 然后就是记者会 习近平会发言 由于薄熙来事件的影响 江派已经跟胡锦涛和习近平撕破了脸 中共处在解体的情业 从攻击习近平到攻击温家宝和李克强 江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 已经不惜一切代价 在这种时候 胡锦涛和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 已经公布了绝大部分的中央军委的名单 全是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人马 这也是在警告江派 大局一定不要胡闹 江派是不可能丧失权力的 江泽民一派在镇压法权功中是血债累累 一旦他们丧失了权力 就意味着他们将会被法律审判 所以江派的最后一搏是必不可免 这次十八大十分有可能是中共解体前最激烈的一场冲突 对于中国民众来讲 寄希望与中共的改革 不如退党解体中共 因为只有中共解体之后 中国才能有真正的人权自由和法治 好 谢谢大家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